大家好,我是天天 很多人都喜欢吃花甲,但是你知道正确的清洗方法吗? 加入适量的清水 几滴菜籽油 浸泡30分钟,让它吐出泥沙 锅中烧水 水开,先入泡好的花甲 一勺料酒 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烫着的时间不能过长 不然肉质容易变老 烫着20秒即可,捞出锅凉水 挤出花甲里面的残留物 然后用流水清洗干净 准备一块粉丝 倒入温水泡软 金针菇丝成小朵,装盘备用 砂锅里面不放一点油 放入泡好的粉丝 洗干净的金针菇 放入花甲 这时花了我老公一个月的零怀钱买的拉蒜器 放入多一点的大蒜 生姜 拉几下搅成蒜末 倒入锅中 再加点小米辣 加入一勺盐 鸡精 生抽 一大勺的脾鲜豆瓣酱 再加入82年的矿泉水500毫升 干盖子将水烧开 所以煮开之后再过度2分钟 撒上88粒葱花 一道简单又好吃的蒜蓉粉丝花甲就做好了 香辣下饭非常的好吃 做法也很简单 喜欢的朋友你也在家试吧 不要忘了点击关注 下期再见 拜拜